近日,五月天被质疑在演唱会上假唱 有博主制作视频 对五月天上海演唱会12首歌的真假唱进行鉴定 随后,五月天假唱鉴定登上微博热搜第一 关于假唱问题 我国有关部门已有明确规定 演艺人员不得出现假唱 假演奏欺骗观众的行为 否则将面临相关处罚 歌迷对此事件的看法分为两派 许多歌迷对五月天的假唱行为表示不满和失望 认为五月天钻了空子糊弄观众 也有一些歌迷为五月天辩护 认为在演唱会中采用一些技术手段 是为了保证演出的整体效果和质量 在持续的舆论声中 五月天方面终于发出了回应 他们所属的经纪公司相信音乐发布了一条微博 宣布了一项令人期待的举措 他们表示将于北京时间12月8日凌晨3点举行的 好好好想见到你巴黎站演唱会将采用全程直播的方式 并发布了全民参与全民见证的宣传口号 有歌迷表示支持 称一定好闹钟 更有铁粉称最好的报复是美丽 最美的盛开是反击 但也有部分歌迷表示 这只是五月天的亡羊补牢 对于之前假唱争议未能给出明确回应 直播证明三小时真唱 对解决内地假唱问题似乎没有实质性帮助 无论是真唱还是假唱 五月天的音乐还是很深入人心的 歌迷们关注的是 他们的音乐及其所传递的情感与力量 也期待五月天及其他演艺人员 能够以更加负责任的态度 为观众带来更真实 更优质的音乐盛演